打倒港共政權 聲音流駕 請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 2015 你炸肚腸 去廁所排長路 用炸炸雞 做功夫炸肚腸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七月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簡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大家點點滴滴的持續支持 對MyRadio的將來非常重要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上 第四節大香港早晨 MyRadio和二月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都還在下雨 現在到了十點鐘 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麼遲呢? 其實就是因為今早遲了開始 為甚麼遲呢? 就是因為處理一些技術的問題 今早又嘗試早一點開開 Live signal 它不合不合 所以退遲了一點 不好意思 第四節說甚麼呢? 就是一個消費消息 你們說說是甚麼事 也是一個天氣預告 大家小心點 明晚來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我看的 這人沒理會 哈哈 你們自己錄影前看畫面 那就是 那就是 九龍灣Megabox 現在的傢伙 將會在明天 晚上十一點 至第二天 的凌晨兩點 舉辦一個 深宵瘋狂購物 大量貨品 將會以一節發售 低至一節 包括座椅 儲物家具 燈飾等等 全部都是一節嗎? 低至 大量貨品 只是熱狗賣一元 其他全部都是九節 那你就糟糕了 去到 他現在有沒有展示 哪些一定是一節的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去到才知道嗎? 不是 那真的糟糕了 嘩 首先先說一件事 明天沒有必要 不要踏足九龍灣 明天應該下午就開始排 早上開始了 不會啊 這麼誇張 這件事真是瘋狂 一節 現在就沒有說 有什麼是賣一節 接著又免費送貨 又行 是不是? 他們現在 現在說到 是嗎? 免費送貨 這麼誇張? 我叫你自己拿走 都是 自己拿走 當然不送 怎麼送 不知道 但無端端 我想問以前EKIA 有沒有做過什麼一節 這個就沒有送貨 應該就沒有送貨 應該就沒有送貨 少的 還有這個消息一出來 都立即封傳 是 是啊 有什麼狂搶 你預料就一定是這樣 所以 其實今次想說 就是勸告大家 明天沒有什麼事 就不要踏足九龍東 不要來 一定是打好測菜 我找到一個一節 是一個茶杯 但他說已經賣完了 原價就是99.9兩件 兩隻杯 折了之後就是9元兩件 但他現在又說已經賣完了 搞錯 不明白為什麼 這可能是之前的減價 其實我上星期也去過EKIA 因為有時候買一些工作上的用品 以及吃東西 之前都看到他有減價 就是他有那些串串燈 就好像那些懶是聖誕的串串燈 那些我看 就是 看看女人合不合用 那就99元 減到19元 都可以買來玩玩 但還是沒有買到餓 都吃東西 都開始有些減價 但是EKIA對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即你們對EKIA 即現在家師的印象 譬如我以前 我老了你們很多 以前對於我們來講的印象 就是便宜的 便宜的家師 即是 如果你中產一些 富貴一些 都不用這些 可能好些當然是買無印 或者當然是買 Designer chair aluminium 去買漂亮的東西 但看完價錢 都是買EKIA 真是很拿命的 那些慢一點 買一張小椅子 都會有 但是我又發覺近幾年又好像不是 我覺得都漂亮的 是的 不是 我是覺得那些東西沒有變過 但價錢貴要低一點 我是覺得大家覺得EKIA 高級了 高級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高級了 可能開始銷售他的Designer 或者買一些膠製品 或者買一些膠製品 那些沒問題 好像是耐用了 不過我這些樂園 都是聽我媽媽說的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對現在的家師印象 都是吃東西多的 哦 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很多人都經常說 我是年輕人 通常跟女朋友去逛逛 經常說 拍拖就沒事做 又不想花錢 那就去看看 你拍拖會不會去逛家師舖 Puppy love 一定會去逛 就是在這裡幻想自己 然後一定懶惰 一定是拖去看BB床 那你去車 太快了 你女朋友現在聽著嗎 不知道 睡一會兒 說到這麼美滿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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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造一個 恭喜公主 恭喜公主 夢想 當然是佛光街 要課金給Ian 當然是佛光 當然是佛光 不是一定是抱著女朋友的腰 在她後面 然後抱著 哎呀 她知道我們呢 然後如果這個呢 然後我站在一個 不是可以假裝小夫婦 假裝坐在這裡 哎呀 你出來沒有 因為這樣 譬如我小時候 無異市民 真的啊 差不多 以前 現在的家師 只不過是家師店 接著就開始 就有一些多些的 增添服務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香港這些地方很小 那它就會和你設計好 譬如一個四百尺的鑽石廳 或者鑽石房 或者鑽石廁 這樣怎樣可以用我們的家師擺設 可以收拾到美輪美換 或者配到你適合用的呢 那就遷就回 因為香港的房子太小了 你買一張歐化沙發就出事了 所以現在的家師呢 就幫了手 之後呢 就開始它裡面的內籠設計 有些不同了 就是它裡面的店舖的設計 就開始就有一格格的 這個四百尺的房是怎樣 百五尺的睡房是怎樣 通常都是二百尺 一百尺的 四百尺廳 sorry 不是坦白的那間屋 是的 那麼 一格格的 所以呢 Ian不是說無二市民的嗎 你馬上去睡 又坐 裝看書 還有隔壁論社 寶寶豬隔壁很吵 寶寶豬隔壁很吵 做人友善的介紹 是的 那你有完這些之後呢 其實現在家師可能較為多 譬如你媽媽好像熟悉 其實是無線的 是 可能對於我媽媽那一代 就覺得現在家師很西化 很貴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貴 或者覺得很遙不可及 因為你明白 就是屋尊斯拉就是另一種想法 他們買家師就落樓下 凸寶寶寶寶寶寶寶室 еня google設計 credits 一個實目的 這個是對的 那麼 其實無線是讓現家師更加入屋 因為他有個節目就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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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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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Kris toxic 游的 Bryce ще啊 wymcenter 很簡單,只需要在廁所裏面擺一個層架 就可以擺一些東西 層架裏面擺多個櫃,櫃掀開裏面擺一個層架 加多條鐵通,鐵通下面吊多一個櫃 櫃裏面擺多個層架,就可以擺完你的東西 只要擺完裡面的東西,房屋是不是大了很多呢? 然後王斐就說,是呀,是呀 好啦,現在有辦法問答遊戲就是 究竟今天用了多少個層架呢? 只要答案的朋友,既然清水灣電視城 你就會得到兩個層架 這樣就結束了,就結束了 然後大家知道,現在加斯幫你收了很多東西 除了你的錢之外 就幫你取很多東西,很開心 但是現在加斯之後,你就有時會拍拖 但你就永遠跌入迷宮去見 我走狗,他自己衝不回來的? 我買個燈淡而已 我買個燈淡,我永遠都找不到箭咀桌 永遠都走不回來的,很崩潰 但是很多人,成為了小情侶的拍拖聖地 你說得對啦,不用錢嘛 裡面的東西有美倫美換,有多可愛 然後小情侶,男女 就去玩一下生活 康復一下生活想像 看什麼樣的生活,神經病 康復生活想像 對呀,其實康復生活想像是在這裡 你在那裡種東西嘛 黃絲帶嘛 然後我這些,我現在沒什麼事做 就拿著那條紙那條,拉一齊去玩 周圍在那袋子 像圓筆一樣畫 畫那條尺 就做這些,我要珍貝詞寫什麼 當然是打倒張學交叉 啊,黎明粉絲,這個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IKEA的想像和可能性 但是,你說我們 但是之後,因為現在加斯北上 現在加斯北上去到大陸 情況不是這樣的 那些人不是體驗生活 是,其實 真是生活 其實已經玩到一個極致 當我們香港人已經在做 可能體驗一下 去嘗嘗一會兒 或者三兩個字聊聊天就算 那他們不是的 他們就一直都出現 就是在大陸 很常出現這些 開舖已經進去睡覺 睡到可能收舖才離開的人 一路一路都有發展這些 可能拿些充電器進去充電 都有的,這些情況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看的這張 我都控制不了我的情緒 很多人都看見生活 很多人都放進去 這個我沒有看過這張照片 這個真的很誇張 其實呢 就說到這些 這樣的行為 就一直出現 搞不定了 接著 現在加斯就決定 4月7日的時候 決定 就不可以 那些消費者就不可以在那裡睡覺 但是呢 實施了一陣子 都勞動節的時候 又有一幫人又去逛街 很多人勞動節 很多人就去 結果有很多人又睡在沙發上 結果勸勸的人又不走 結果都是搞不定 又變回以前的 又脫鞋又蓋屁 又打換人形 又變回以前的情況 其實 但是 不是這樣 你香港的 我現在可以做一張箭 上面放了那些石士釘 現在天橋底那些 每張梳化都鋪上去 嚴防露宿者 這樣 慘 他們睡覺 我不知道是貪小便宜 還是沒有地方可以去 香港也是這樣 前陣子說 有外國記者拍到 在通宵的麥當勞 很多露宿者在那裡睡 這當然是一個社會問題 應該是說社會現象 帶來的問題 可能是公共衛生的問題 其實不可以這樣 我感覺是不對的 譬如你先說香港的麥當勞 那個情況 反而我覺得這樣也好 一群露宿者 或者可能因為家庭問題 有阿姐剛才的致散 或者種種問題原因 他需要通宵 不可以留在自己家 或者他沒有家 這樣也有麥當勞 我覺得你也要體諒他們 讓他們有個地方 真是多謝麥當勞 你24小時營業 有個月亮人 在這裡歡迎你 我覺得是好 其實我是經常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回去做節目 有時候我會在24小時麥當勞 吃個早餐才回來 我都見到很多 你搞不到位置 不是 我是 我是 我是基於同情的 還有我有少量 少量的安慰 也好 有個麥當勞 可以讓你在這裡休息 也很感謝麥當勞 沒有趕他走 雖然他有很少量的消費 甚至沒有 拿水 或者獎者卡 拿少許的食物 你讓他繼續在這裡 我簡單的說 你讓他繼續在這裡 可以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有些事情是這樣處理 就有他這樣處理 說回IKEA的問題 無緣無故拆開了 香港也是這樣 我覺得大陸 大陸做得離譜 或者多人一點 凍起床就可以了 打斜 凍起賣就可以了 你輸都是凍起賣的 那為什麼床不可以凍起賣呢 其實牽連是另一個問題 牽連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家裡要換床褥 整個年了 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大網床褥 你可能某些位置 就凹陷了 或者壞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這些問題 我現在 我真心一問的 其實是check room 或者是重溫的 你真的教一教我 其實床褥是怎樣選擇的呢 你睡得舒服 睡得舒不舒服 但是你不睡三五七天 你是不知道舒不舒服的 所以現在家師好像說 可以買回去試的 買回去試了七天 不知道七天還是十四天 不適合就可以退休 但有時候很差 我對睡的認知是什麼 對睡的認知 就是睡上床 這樣就睡著了 那一天就睡不著 那時候才試呢 我又試不到 我不知道 我不懂得如何試床 睡不睡 我又不知道床是否睡不睡 你那天睡得不睡 我之前累了 做完節目 我是真心一問 我不知床是怎樣試的 你買回去 你是不知道是否正確 你那天睡得正確 那天睡得不正確 你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買過 不過你應該沒有 沒有買過 當時被你避充了什麼 當時睡覺 很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很舒服 你佔領的時候 真的這樣 很舒服 睡覺 你問肥皂奶 你睡哪兒 我回家 肥皂奶 不過說 佔領那次睡過馬路之後 你覺得 家床真的很好睡 其實 所以不是特地為什麼而佔領的 無端說回政治問題 為了證實 家床很睡 是啊 是啊 所以現在很輕 你試睡 可以怎樣 或者是退貨 我建議一百天 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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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睡一陣子 是不知道 譬如我現在的床 我發覺我睡是對腰有些問題 但是究竟我的問題 還是床問題 還是腰不對呢 還是買腰呢 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都傻傻傻 其實是否越厚越舒服呢 那肯定不是 如果不是那些人 那些人就做十幾尺高 是不是 我意思是 薄的那些 就是比較 有些可能傻傻的床 比較 我不懂 譬如小時候 你小時候 越多彈弓越好 又當作彈弓 譬如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 譬如小時候 你是被海馬 被阿汪阿姐 繞亂你 蛇絲馬 蛇絲馬 蛇絲馬你的年代 阿姐現在還是 阿姐現在還是代言 蛇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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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廣告 就不是蛇絲馬 總之是一個金髮的美女 穿了絲質的吊帶 然後就打斜 曲腳擺 就說床很好睡 女兒很好睡 就說 譬如以前你被汪阿姐擾亂你 就說這張床肉 木板這麼硬 那你買木板就可以了 蛇絲馬 我怎麼不明白 這麼奇怪 越硬越好 我經常不理會 我又不會問阿媽 我媽媽在試什麼 你小孩子大過你就明白了 大過就知道 是啊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真心地問他有沒有人答到 我怎麼可以試 因為我真的想買 我真的要買 但我一直都不敢走出這個第一步 就是我都不知道 怎樣去試這件事 如果有人說 就說到給我聽 就告訴我 我完全不理解 以前買貴就行了 但要自己給錢 就不是這樣看 你明白吧 希望你們知道 我們今天最後沒有出投票 我真的忘記了 算了 如果你們投的 你們投回一會兒 重播的港珠上旅行的投票 昨天港珠上旅行的投票 昨天港珠上旅行有一個投票 你們留意第二節 我覺得這集節目很好聽 是不是有一個 關於倫敦的 現在加斯那個可以說一說 好啊 我之前就推出了一個 那一五月的時候 推出了一個快閃咖啡室 在這幾天裡面 顧客就可以預訂一個45分鐘的時段 要求一張單人或者雙人床 還可以點一個合適的枕頭 而且那些人在那裏吃早餐 就規定要在床上吃 到下午的時候就可以讓他們睡覺 要 即是我去IKEA那裏 那裏 我就試睡床樓去送早餐 它不是試睡床樓的 它純粹是一間 一個service來的 是的 一個快閃咖啡室 BREAKFAST IN BAD 是的 就給你的客人 在上床吃東西 你這麼喜歡上床吃東西 就給你試試 你也知道我喜歡上床吃東西 是不喜歡下床的 只要是 送到嘴邊當然是爽的 那就簡直規定你在床上床吃東西 醫療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食品的服務 瑞典式的早餐 雖然他那個 現在加斯一直的 那個 那個貿易都做得挺好的 好像前陣子 2013年的時候 他推出了一個AR AR code的技術 就是可能 在那本catalog裡面 你掃描了那個code 就可以在你 在手機裡看到 頭射到 可能這個角色 你想放一個梳化去 看看效果是怎樣 那個位置大小 對不對 他們會有這些服務 去令到顧客更加 user friendly 就是覺得整個服務 是更加完整 那你首先 你手機裡面有家裡的照片 不是 AR code 你拿一個catalog回家 對 對 我記得在IKEA那裡看 對 拿那個 拿本catalog回家 其實IKEA很出名 很經典 就是 你拿回去 你射了一個AR 就可以 比對回家裡的鑽石廳 那就擺不擺得下 這樣擺不下 你一定會忍不住 你的手指在那裡 整大 小一點可以嗎 對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 不過外國當然不是 外國放油 可以這麼大 放一下 配不配你 都是很多 很多 銷售的方法 其實 詳細的方法 你可以看TCO 有一集 就是講現在家事 我前陣子 再看 原來 如果家事發跡不在瑞丁荷蘭 嚇死我 聽完這件事 就覺得這個世界 什麼人都有 繼續有很多人 給我買床褥的意見 我 我也有空可以再留意一下 不然我就去美國 台灣總署問 不過他是做枕頭的 他又不是好做其他事情 你們就對現在家事 就是這樣 所以結論是沒有什麼的 結論很簡單 就是 明天不要去 不要來 一定會打崩頭 幸好明天我不做節目 不是 不是 你們有空可以 聽嗎 你們有空嗎 我的忙 死了 明天就迫爆 迫爆美羅 明天在現場內 已經是那種 哈哈 我們躺在那裏做節目 看一看 看一看 最後就不開心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不講那麼多 如果這集節目可以Undo 就好 可以再做過 那就死了 再做過 好了 已經10點20分了 大家都疲累了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今晚熱血政治再見 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